他就代表我 他就代表我 戴上他就相当于我陪在你身边 考试一定有痛苦 他会保佑你的 李梅在这里 这里 请 李梅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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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志 徐志在这里 请 我们要去 你好 请你 我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 也许我们不曾去过 但它一直在 总会在那里 迷失的人迷失了 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这回不写古诗了 改村上春树 那我开心是不是 大哥 你难道就不好奇 这个写信的人到底是谁 长什么样 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有点 你们男人就是这样 几句漂亮话就给哄住了 你不会是爱上写信的这个人了吧 他会写两笔毛笔字我就爱上他 全中国会写的人多了 我爱得过来吗 大哥 我给你看个东西啊 著名节目主持人雷达网络征婚 因应征者过多支持网站瘫痪 来 来 走 真是桃花朵朵开啊 但愿别是朵烂桃花 录影了 好 走 走 走 在角色称 谢谢啊 谢谢 今天辛苦了 希望你们下次再来 谢谢 林老师 林老师 四方 你看真不好意思 因为您的知名度 报名的人数实在太多 所以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 才从数以万计的应征者当中 挑选出适合您的相亲对象 您看一眼啊 是绝对是按照阿姨的要求来找的 咱们雷达主持人还需要上昆灵网吗 那可吧 竟在节目上帮别人做嘉仪 看来把自己的终身大事给耽误了 这个不错呀 这个 师父 我们到围街消息 什么乱七八糟的 都散了 都散了吧 你们受什么热呢 怎么看 自己回头自己去弄 林老师 林老师 您别走 你能不能不跟着我 这是我的工作 您挑两个我绝对不跟着您 您就随便给我安排两个吧 好吧 好嘞 我这就去联系啊 大哥 你不觉得许叔叔给你安排相亲这事 有点蹊跷吗 老西找着对象了 怕浪费汇费 传给我了 怎么了 我就奇了怪了 许叔叔怎么这么快就找着对象了 况且 他是那种会主动找对象的人吗 应该不会是骗你们的吧 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觉得有点蹊跷 你见过那女的吗 不会是为了自己脱身 找的临时演员吧 极有可能 达哥 你别着急 这个真假女友 咱们一试不就知道了 怎么试 喂 雷达 考得怎么样 我觉得一切挺顺利的 就等结果呗 我就知道 你肯定没问题 要是真的通过了 还得好好谢谢你的帮助 那可不是 你得好好谢谢我 对了 你爸有女朋友了 你知道吗 女朋友 什么时候的事 听红娘说 他们俩是在南海大学认识的 女方是那儿的老师 两个人一见钟情 建立了坚实的感情基础 这可是我们家的大事啊 劲爆新闻 我也纳闷了 你赶紧回来吧 行 我马上订票啊 好 我说 把这相亲对象 变成女粉丝 这样的损招 也就是你徐百扬 能想得出来吗 话别说这么难听 我把他们变成 咱们爱你